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2年终极会计事务基础班的内容 那下边我们看标题三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你政府给我的不是钱让我买东西这种情况 你政府不是直接给我长期资产 剩下的以外的都属于叫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那么先看总原则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我们也可以选择采用总额法和净额法进行快据处理 有啥区别 总额法依然是两条平行线 将来我就是把相应的收益记录 其他收益 那是跟日常活动有关 或者记录营业外收入跟日常活动有关 而净额法永远是两个字对冲 我应当充减相关的成本费用 或者是充减一个意外支出 这就是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那有人说你能先给我举个例子吗 可以 比如说我给大家先举个例子 看看总额法跟净额法到底有什么不同 假如说您聘请了一个高级的管理人才 可能在你的政府 尤其是当地政府 他希望你引进这种高级的管理人才 或高级技术人才 那他可能会给你补助 假如说这个高级管理人员 我给他发了一百万的年薪 那是不是站在你企业的角度 你首先应该是提工资 那就是大应付职工什么 薪酬 对吧 借方是什么 借管理费用 借管理费用 一般 你想讲什么 我想跟你讲总额法和净额法的区别 那我们先说总额法 所谓的总额法 它是两条平行线 左边你核算的内容我不动 借管理费用一百 带应付职工薪酬一百 我不动 哪怕你发工资了 我也不动 而这一边的总额法不是两条平行线吗 假如说政府 他不可能全额给你补助 比如说政府补助20万 在这样的情况下 总额法收到政府补助的时候 他做的是借银行存款20万 贷方什么 他不是对冲 你听懂我说的话了 他不是对冲 他直接 因为补偿的是营业利润之前的项目管理费用 他直接认为跟日常活动相关 他及其他收益20 这是总额法 而对于我们所说的净额法 问题来了 您不是要对冲吗 对 当你收到这20万的时候 借银行存款20 大夫 我要对冲 你左边寄了什么 管理费用 我这边就对冲一个管理费用 20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净额法 所以总额法跟净额法 唯一的区别是总额法两条平息线 净额法是要对出 我先给你举个例子 但是在与收益 相关的政府补助 在讲解这个之前 我能先问你一句话吗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不论是我们直接给钱买长期资产 还是直接拨给长期资产 除了明义金额计量的情况之外 都一定要用到地盐收益 市政说的吧 对 但是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一定要用到地盐收益吗 未必 站在现在此时此刻 你收到我们所谓的政府补助 尤其是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我会问你一句话 您是补偿什么时候的费用和损失 有可能你补偿的是以后期间 换个词 你补偿的是未来将发生的费用损失 未来将发生的费用损失 还有一种是你补偿已经发生的费用和损失 有啥区别 有区别 如果补偿已经发生的费用和损失 我的观点很简单 直接记住当机损失 而补偿以后期间 未来将发生的费用损失 一定要先记住地盐收益 然后才能摊销 转到什么损失 你看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只有补偿的是以后期间 未来将发生的费用损失 才暂时记得地盐收益 以后转到损失 如果补偿的是已经发生的费用和损失 直接记当机损失 跟地盐收益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跟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相区别的一个点 所以我们看口号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如果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损失 这不是将要发生的吗 那我一定要把它确认为地盐收益 将来在确认相关费用损失的期间 你什么时确认费用损失 我的地盐收益什么时就摊销计损益 我可以记住当机损益 说明它采用的是组合法 我也可以充减相关的成本 说明它采用的是净合法 但是在这我必须说两种情况 如果我在收到的时候 我暂时无法确定 啥意思 比如说我也不知道 我能不能满足政府补助所列的条件 我们前面说过呀 这个条件不影响我判定 它是不是政府补助 假如说政府 祖国母亲跟您说 您每周回来看我一次 这一百万就是您的 你也不确定 您能不能做到每周一次回来看的 那你收到的钱 应可不记住 底言收益 而是记住其他应付款 你什么是满足了政府补助所付的条件 再把它改名叫底言收益 这是你开始没有满足政府补助所付条件 如果你开始的时候 你就认为你能满足政府补助所付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 还用先通过其他应付款 过渡一下吗 不用了 直接叫底言收益 将来总额法直接计当机随意 净额法直接充减相关的什么成本 我们直接看历史一港四 加写于2019年3月15日 预期所代替地方政府签订协议 根据协议约定 当地政府将向加写提供1000万的奖励资金 用于企业的人才激励和人才引进奖励 加写必须按年向当地政府 报送详细的资金使用计划 便规定用途使用资金 加写于2019年4月10日收到1000万的补助资金 这是提前收到的对吧 那么他说分别在2019年12月 2020年12月 2021年12月使用400300300 这补偿的是未来将要发生 站在2019年4月10日 这些钱是不是还没发生呀 对 先给我寄地盐收益 用于发放给总裁级的高管年度奖金 不考虑相关税费等情况 假如说企业采用净额法核算 净额法什么 对出 一定是对出 2019年4月10日 因为他补偿的是未来将要发生的费用和损失 我们就会借银行账款1000万 带地盐收益1000万 然后分别在2019年12月 2020年12月 2021年12月 借地盐收益400 这儿一定要体现出充减管理费用 为什么充减 您前面记题的时候 你肯定做的是借管理费用 带应付职工薪酬 为什么肯定做的是借管理费用 您是总裁级高管的年度奖金 您记了什么 我净额法就对冲什么 所以这儿就会带管理费用 借地盐收益带管理费用 我能问大家一句话吗 如果我这道题不是用净额法 而是用总额法 对不起 绝不能对冲管理费用 您做分路的时候 应该是借地盐收益 但其他收益 这就是总额法 总额法是你这边管理费用 我这边给他正常的 寄其他收益两条平平线 而净额法 你左边管理费用 我右边对冲管理费用 就叫净额法 假如说甲企业选用总额法 对此类政府补助进行会计处理 那就是分期摊销时 借地盐收益 这是带其他收益 有人说你咋知道带其他收益 而不是带赢100收入 您糊涂了 他补偿的是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属于营业利润 执上的项目 是不是属于日常活动 对 道理就在这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如果用于补偿企业 已经发生的成本费用损失 没有必要通过底盐收益科目 合算 直接计当机损益 这是总额法 直接充减相关成本费用 这是净额法 我们直接看例11-5 一切销售及自主开发生产的 动漫软件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该企业的这种产品 适用增值税 集中集反的政策 按照13%的税利 征收增值税以后 对其增值税 实际税付超过3%的部分 实行集中集退 这叫税收返还 这是政府补助 一切2021年8月 在进行纳税申报时 对归属于7月份的增值税 集中集退 提交反税申请 经主管事务机关核准后的退税额是10万 软件企业机能击退 是跟日常活动的销售密切相关 属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 政府补助 能用营业外收入吗 不能 哪怕我还没有收到这个钱 我已经申请了 国家已经批准了 我就可以踏踏实实的用其他营收款10万 带其他收益10万 这叫什么 这叫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这是为数不多的采用的是什么 总额法 为什么 他没得冲 我返还你的税 你那边是寄什么 你冲什么 没得冲 所以他采用的是总额法 能知道就行了 那下边看2019年的一个单选题 根据税法规定 假动漫公司销售期自主开发的动漫软件 可享受增值税集成击退 就是模仿校材立体来的 2018年12月10日 该公司收到 集成击退的增值税税额40万 下来各项中 假公司对该笔退税款的会计处理正确的是 是什么 是确认为其他收益 别的都不对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选C 再看2019年的一个判断题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用于补偿以后期间 换个词 未来将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损失 一定要先记到哪 地盐收益 然后再摊销记录当机损益 而不是直接记当机损益 错 那么下边我们看例11-6 他说并且2021年11月遭受重大自然灾害 那要遭受重大自然灾害 他做分路的时候 是不是肯定要用到借营业拜支出 这个科目 对 并于2021年12月20日 收到了政府补助资金200万 用于弥补遭受自然灾害的随时 2021年12月20日 并且实际收到的补助资金 并选择总额法进行会计核算 两条平行线 你这边是营业拜支出 我这边正常的核算 我不对冲 那我就借银行存款20万 错了200万 带什么 带营业拜收入200万 这就是总额法 你这边用营业拜支出 我这边正常用营业拜收入 能多说一句话吗 可以 假如说这道题选用的是净额法 您听好了 您这边是营业拜支出 净额法不就是对冲吗 将来你做分路的时候 就会借银行存款200万 带营业拜支出200万 等于充减营业拜支出200万 没了 这就是例11-6 那么下边我们看2018年的一个多选题 下来各项关于政府补助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A 总额法项 两条平行线反映出来 收到的自然灾害补贴款应确认为营业拜收入 没问题 就是这个 第二 净额法项 对冲 收到的人财引进奖励金应该确认为营业拜收入错了 应该充减管理费 第三 收到的用于未来购买环保设备 我管你是不是未来 你只要购买环保设备形成长期资产 那就叫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百分之百要先确认为递业收益 没毛病 第四 收到的急增急退的增值税应确认为其他收益 没毛病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 A C D 这三个选项 那么标题四叫 综合性项目 政府补助 也就是说 我这个项目里边既包含着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也包含着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那我企业应该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我就应该把这两部分给它进行分解 将来我要区分不同的部分分别进行会计处理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打处理 一定先进递严收益 如果你是总额法 这边正常提折旧 这边递严收益 正常贪销 你要是净额法 达递严收益 一次性对冲固定资产 而另外一种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我们要区分 你补偿的是已经发生的费用和损失 那直接计当其随益 补偿的是未来将要发生的费用和损失 先进递严收益 然后再走随益 我怕 怕什么 如果这两部分政府补助难以区分的 我们统一把它归类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记得不记得 我们前面曾经学过 如果无法区分是研究阶段 还开发阶段的支出 统一 费用化 是不是前面学过 外购房屋建筑 房地能分开的给它分开 房地不能分开的统一 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后边还有无法区分的 到这为止 我们已经讲了三个无法区分 我让你记住的是结论 别错了 我们直接看 例十一港七 2021年6月15日 某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与甲写签订了科技计划项目合同书 你对甲写的新要临床研究项目提供研究补助资金 该项目总预算为600万 其中市科技创新委员会资助200万 甲写自筹400万 是不是只有这200万算政府补助 对 市科技创新委员会资助的200万 用于补助设备款60万 这60叫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而材料费15万 测试化验加工费95 会议费30 这叫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两部分账务处理不同 同一个项目 同时还有两部分 这叫综合型项目 现在能不能区分 能 人家都分别跟你说了具体的金额 当然能区分 他说假定除设备费以外的其他各项费用都属于研究支出 那就是这15万 这95万 这30万 我要用到的会计科目都是研发支出 往下看 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应当在合同签订置 其30日内将资金拨付给假企业 假企业于2021年7月10日收到补助资金 在项目期内按照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了补助资金 那就该花都花了 假企业2021年7月25日按项目合同出的约定购置了相关设备 设备成本150 其中使用补助资金60 7月份买的固定资产 我应该从8月份开始提折旧 那我就应该从8月份开始探销 该设备属年限为10年采用直建法计提折旧 不考虑净贪值 假设不考虑相关税费等其他因素 那我们看答 您是不是取得的政府补助里边既有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又有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叫综合性项目政府补助 我这么说您服气吧 我们一定要区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百分之百要用到地盐收益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要区分以后将要发生的用到地盐收益 补偿以前已经发生的还用到地盐收益吗 直接走随意 并分别进行会计处理 他给了个假设 假设假结队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采用净额法进行会计处理 直接对冲固定资产 在你收到这二百万资金时 借银行尊管二百万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这六十万铁定要计地盐收益 剩下的一百四十万补偿的是未来将要发生的 是不是相当于这二百万全都先计入地盐收益 然后咱说这六十万 你买设备花了一百五 其中使用政府补助资金是六十 借固定资产一百五 带银行总买一百五 是不是一次性要把这六十的地盐收益 给它对冲固定资产呀 能往下说吗 冲减后的固定资产 就从一百五减六十还剩多少 将来我就是九十提得救 所以就应该九十除以十年除以十二个月 我提折救时借研发支出 提前五带累积折救 那有人说你咋没写费用化支出 还是资本化支出 该写哪个写哪个 我们这道题给的不明确 我不用理他 这是这六十 然后剩下的 是不是同一都作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对 是不是剩下的都用的是补偿以后将要发生的费用和损失 对我们如果采用总额法就直接记住其他收益 我们如果采用净额法充减相关的成本费用 最后你做分路的是一定是借点收益 代方比如说总额法可能带其他收益 可能是净额法充减相关的费用就可以了 这就是额外的那一百四十万 教材没有再单举例子 您会就可以 这是标题四 标题五 政府补助退回 想说一句话 所谓的政府补助退回相当于从来没说到政府补助 该给他怎么做怎么做 以确认的政府补助 是不是有可能充减了成本费用 有可能记录或者确认了当期损益 有可能充减了固定资产 对 这三种情况给他原路返回 应当在需要退回的当期 分别按照以下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初始确认是充减相关资产账面价值的 那对不起 你充减了多少固定资产 给我调整增加多少固定资产 如果还存在相关的地盐收益 比如说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一定有地盐收益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补偿 未来将要发生的一定有地盐收益 有地盐收益 是由于政府补助形成的 现在没有政府补助 一定要把地盐收益的账面余额给他充减掉 超出部分给他计入当期随意 属于其他情形的直接计当期随意 如果明明不是政府补助 您误认为是政府补助 或者属于其他情况的前期差错的政府补助退回 按照前期差错更正的规矩进行追逐调整 啥规矩 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代替随意类科目 这是后话 您不用过多的去深究 2019年考了一个判证期 对于属于前期差错的政府补助退回 应当按照前期差错更正进行追逐调整 没毛病 百分之百 对 那么下边我们看例十一港八 一写于2019年11月预谋开发区政府签订合作协议 在开发区内投资设立生产基地 协议约定 开发区政府在协议签订制期六个月内 向一写提供三百万产业补助资金 用于奖励该解在开发区内投资 并开展金融活动 但我有条件 一写自获得补助级五年内注册地址 不得搬离本区 如果一写在此期限内提前搬离开发区 开发区政府允许一写按照实际留在本区的时间 保留部分补贴 那就等于这三百万五年 每过一年这六十万你就踏实了 不用退还 还没有待的年份对应的补贴资金 你要按照剩余时间给我追回补贴资金 一切于2020年1月3日收到补贴资金停 那这儿是不是有一个三百万呀 我收到补贴资金是不是借银行存款三百万 对 是在2020年1月3日我才做分录 代方写什么 我就问您一句话 您能不能有把握五年之内不离开本区 有 你给我带地盐收益 你说你没把握 你只能先给我带其他应付款 等您有把握时再给我改名叫地盐收益 市政说的吧 对 那我们看看题目怎么说的 假设一切在实际收到补贴资金时 客观情况表明 一切在未来五年内迁离开发区的可能性很小 一切在收到补贴资金时 是不是就不用其他应付款过度了 对 直接记住地盐收益科目 由于协议约定 如果一切提前迁离开发区 开发区政府有权追回部分补助 说明一切每在开发区留一年是不是有60万的资金 就等于是不确定因素就消除了 所以一切应当将补助款在五年内平均摊销 记住当期损益 开发区政府对一切的补助是对该企业在开发区内投资并开展经营活动的奖励 并不指定用于补偿特定的成本费用 知道就可以了 然后这不是300万吗 等到了2020年12月31日 也就是第一年年末 是不是等于是300万除以5有60万 我不用退还了 对 我就从地盐收益转到哪去 其他收益 然后他给了一种假设 假设2022年1月慢点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过去了两年 有两个60万不用退了 还有三个60万是要退的 过了两年 一切因重大战略调整 千里开发区 开发区政府根据协议要求一切返还补助款 就是把地盐收益的180万给它充减掉 您要返还说明您欠政府的钱 给它贷其他应付款180万 将来哪一天把这钱给政府返还了 你就借其他应付款180万 贷银行总管180万 就整个意思 那么看完这个内容 我们看一个计算分析题 实际这个计算分析题是猪快的一个考题 但是我还是想给大家讲一下 他说假公司为境内上市公司 2020年假公司发生的有关交易和事项如下 读完头了 我们通常先读最后一个资料 因为所有的假设都在最后一个资料 资料四 他写的是其他资料 假公司对于政府补助按净额法进行会计处理 一定要显示出对出 第二 本题不考虑增值税和相关税费以及其他因素 该说的都说完了 我们看题 资料一 假公司生产并销售环保设备 站在假公司的角度 是不是他应该确认收入 结赚成本 没错 该设备的生产成本 我说的是成本 每台600万 正常的市场销售价格是750 是不是这个市场价格 就是我确认收入的基础 不是 那么正常市场价格750 我就愿意730卖出去 那我的收入不就是730吗 他只是给你参考的一个数据 假公司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 以每台500万万出卖 貌似我卖的便宜了 我假公司傻吗 不傻 我并不能吃亏 我们往下看一下 同时按照国家有关政策 每销售一台环保设备 将由政府给予假公司 250万的补贴 这500万是我假公司的收入 这250万也是我假公司收入 我假公司的每台的收入是750万 这叫商品对价的组成部分 2020年假公司销售环保设备 20台 一台750 20台能算出收入吗 可以 50%的款项尚未收到 当年收到政府给予的环保设备的 销售款的补偿款 一台250万 20台不正好5000万吗 是你自己那每台500万只收到一半 但是你的收入是不是应该确认 750乘以20啊 对 你的成本是不是一台接转600啊 对 我们看要求一 他说根据资料一 说明假公司收到政府的补助款的性质 商品对价的组成部分 只要你有这几个字就对了 没这几个字你就错了 以及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全额确认收入 说明理由编制相关的会计分录 假公司收到政府的补助款 属于销售商品对价的组成部分 最值钱的就是这几个字 应当将从政府取得的款项和我销售设备款 同时确认为营业收入 按照出售商品的账面价值 接转成本 这是账户处理原则 理由是 假公司与政府发生的销售商品交易 属于与日常活动相关 并且来源于政府的经济资源 是商品对价的组成部分 要按照收入的规定进行处理 有人问过我 老师我是不是要准确的写到 以多少准则 不用 你就按收入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就可以了 借银行存款 政府给的5000万肯定是都收到了 对吧 然后我自己的每台500万乘以20台 我只收到一半 所以我银行存款是1万 我形成的应收账款是 我卖的每台500万乘以20台乘以50%是5000 代主营业务收入是每台750乘以20 我说过 这道题给的市价是750 你这俩加起也是750 那我就用750乘以20 如果他给的市价正常市价750 但这俩加起730 你要按730确认收入 听懂了吗 我750万的东西我就愿意730万 行不行 可以啊 就这意思 同时借主营业务成本 每台成本600乘以20是1万2 代库尊商品1万2 这是第一个资料 第二个资料 甲公司为采用新技术生产更先进的环保设备 于3月1日起 对某条生产线进行更新改造 慢点 更新改造是不是固定资产那张的内容 对 我要进行改扩建 改良更新改造 是不是资本化的后期支出 对 第一步是不是要先改名 对 生产线的原价是1万 以提折旧6500 账面价值是旧设备的账面价值300 假定无残值 先别往下读了 原值1万 折旧6500 我是不是首先带固定资产1万 固定资产少了累计 折旧跟着减少 到几出3500的差额是什么 账面价值 我们改名把它记住哪 再建工程 这是第一问 然后第二步 你告诉我旧设备的账面价值是300 那肯定是旧设备拆除了 我要扣减掉的不就是被替换部分的账面价值吗 这300一定是借营业外支出300 充减再建工程300 然后再往下看 他说新设备的购进成本是8000 另发生其他直接费用1200 是不是你真真正正的做法是 先要给我踏踏实实的借工程物资8000 代银行存款8000 然后你是不是领用了 才借再建工程 代工程物资8000 比如说其他的支出 告诉银行存款支付 代银行存款1200 记住再建工程9200 没错 所以在这我就会有一笔分路 借再建工程9200 你看这就是诸块考试 他有点不讲究的地方 实际应该是借工程物资8000 代银行存款8000 领用的是借再建工程9200 代工程物资8000 代银行存款1200 他直接这么写了 最终记住再建工程的金额 没错误 我们终极特别讲究格式 主管很大气 有时他不讲究格式 该说的说完了 生产线更新改造项目于12月25日 达到预定可选状态 是不是再建工程要改名了 对 画个再建工程 这有一个借方的3500 这有个代方的300 这个借方的9200 算出的余额是借方的12400 文号画的代方 代再建工程12400 借固定资产12400 分路都写完了吗 写完了 咱得看看人在问你什么 往下看 甲公司更新改造该生产线属于国家鼓励并基于补助的项目 经甲公司申请于12月2日得到相关政府部门批准 只要你批了哪怕没收到 我这边可以确定债权 只不过我用其他应收款 可以获得政府补助3000 截止12月31日补助款项尚未收到 但甲公司预计能够收到 为啥他这说了预计能够收到 经济里很可能流入企业 金额能可靠几粮 是不是满足资产的确认条件 对 那我做分路时就可以做借其他应收款3000 但地盐收益3000 这叫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而你告诉我采用是净额法核算 一次性的把地盐收益充减掉 直接充减固定资产3000 能往下问吗 充减后的固定资产 本来你更新改造后的固定资产是12400 这充减掉3000还剩多少 9400 没了 我是从次年 也就是下一年1月份开始 按9400正常提折 多久就可以了 还是没看他问你什么 他问你的是 要求根据资料二 说明假公司获得政府的补助款的分类 说个词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编制与生产线更新改造 及补助款相关的分路 你就答一句话 假公司获得政府补助款 用于补偿生产线更新改造 发生的支出 属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没了 至于这些分路 我前面都跟你讲过了 还用重复吗 不用 因为他明确的说 这道提善 禁额法核算 所以直接对冲固定资产 资料三 1月10日 假公司所在地地方政府 为了引进人才 与假公司签订了人才引进合作协议 该协议约定 当地政府将向假公司提供1500万人才专用资金 你说将向 那补偿的是将要发生的费用和损失 这1500一定先进抵抗收益 补偿已经发生的即当期损益 补偿将要发生的一定先进抵抗收益 由于假公司引进与研发新能源汽车相关的技术人才 但假公司必须承诺 在当地注册 并至少八年内注册地址不变更 且不搬离本地区 如八年内假公司注册地址变更或搬离本地区 政府有权收回该补偿资金 所付的条件不影响我判断 它是政府补助 因为它依然是无偿的 这是1500万 该资金分三年使用 每年500万 每年年初 假公司需要向当地政府报送详细的人才引进 及资金使用计划 每年11月末 由当地政府聘请中介机构评估假公司人才引进 是否符合年初计划并按规定的用途使用资金 假公司预计八年内不会变更注册地 也不会搬离该地区 且承诺按规定使用该资金 就这么两行文字 他告诉你了 或者说给你省了一件事是什么 我不用先记住其他应付款才过度的抵延收益 我可以直接记住抵延收益了 就这个意思 8月2日假公司收到当地政府提供的1500万补助资金 要求3 根据资料3说明假公司收到政府的补助款的分类 跟资产有关系吗 没有 那肯定是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编制2020年相关的会计分类 其他年份不是一样的吗 假公司获得政府的补助款 用于补偿假公司引进与研发新能源汽车相关的基础人才的支出 因为跟资产无关 他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且属于对以后期间发生支出的补偿 一定要先走地盐收益 借银行存款1500 带地盐收益1500 将来年末时 您不是告诉我 您采用的是净额法吗 那一定要对冲 你引进人台的一定是借管理费用带应付中心头 我这边一定是借地盐收益 充减管理费用500 我不怕麻烦 我就多问一句 如果这道题告诉你 我采用的是总额法 不能充减管理费用 他每一年年末所做的分路是借地盐收益500 代方他补偿的是营业利润之前的项目管理费用 他代方做的是其他收益500 这就是总额法和净额法的区别 我想我就说清楚 那么讲完这道题就意味着第十一章政府补助 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最后简单的小结一下 政府补助一定是政府无偿基于企业的钱物的补助 它最大的特征第一个就是来源于政府 如果属于代收代付的项目 但最终还是政府来支付 依然属于政府补助 第二 政府补助一定要具有无偿性 如果你政府作为出资者投资 你是想享有股东身份 那是互惠交易 不是政府补助 如果你政府给我的钱构成商品的对价 或商品对价的组成部分 那是我收入的一部分 也不构成政府补助 另外政府补助有几项不适 增值税出口退税 退的是我事前垫付的进项税额 不属于政府补助 然后直接的减免增加计税扣除额 抵减限额 这些都不属于政府补助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属于政府补助 记住了直接的财政拨款 也就是我直接给你钱 这属于政府补助 还有我们所说的财政贴息 你借钱 然后我负责给你怎么账 支付一部分利息 还有税收返还 记住这个税收返还 是急征急退 急征先征后退 先征后返 这种才叫税收返还 还有我直接给予的 你的就是非货币性资产 这些都叫政府补助 那么将来政府补助的确认和几粮 我就说两句话 它可以采用总额法 也可以采用净额法 但不论是哪一种 我们一定要区分一下 你是不是跟日常活动相关 相关的 我们要不计其他收益 要不充减相关的成本费用 跟日常活动无关的 只能记住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政府补助的账户处理 我也说几句话 第一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您就记住一句话 不论哪种情况 除了以明义金额几粮的 我一定是借某某资产 代方 我一定要用到地盐收益 肯定要用到 如果你属于总额法 我地盐收益分期摊销 比如说跟日常活动有关的 我分期摊销 记住其他收益 跟日常活动无关的 我可能记住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而净额法 我直接对出固定资产就可以了 只不过这里边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涉及到政府直接拨付的 非货品资产 公允价值计量的 账务处理一模一样 如果明义金额计量的 直接一个钱记账 比如说借无形资产一个钱 直接带其他收益 不用再给我分期谈销 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您就记住一句话 我一定要区分一下 在你收到政府补助的时候 它补偿的是已经发生的费用 和损失 还是将要发生的费用损失 补偿已经发生的费用损失 直接记当期损益 补偿将要发生的一定先记 提延收益 然后再转入当期损益 总额法两条平行线核算 净额法直接对冲 第三个是综合性项目的政府补助 首先如果能区分 我们尽量的区分 区分不了 统一作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最后有一个政府补助的什么 退回 政府补助的退回 原路返回 你充了资产的 调整资产的账面价值 你低颜收益有余额的 给它充减掉 记住随意 然后属于前期插座的 按前期插座的规矩来 就可以了 其他的没有什么特别说的 到这儿为止 就意味着第十一章 政府补助的内容 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最后送大家一句话 我都已经讲到第十一章了 我想告诉你的是 还是坚持 不要在西洋西夏时幻想 而要在叙述东城时努力 你不努力 终极会计事务不可能指日可待 所以咬牙坚持住 那好 这一讲我就讲到这儿 这一节我就讲到这儿 这一章我就讲到这儿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